从雄汉圣堂的古老家园出发 探秘你所不知道的神奇中国 从天高海阔的现代文明出发 揭秘你所不知道的富强中国 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发现 和不知名的英雄 为民族复兴中国梦骄傲克才 中国这么大永远读不完 来吧和我一起去发现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中国这么大永远读不完 看我这是行头 猜猜我这是在哪 没错 今天江苏广电总台推出的 全媒体大型系列节目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来到了宁夏回祖自治区 美丽的赛上江南 浓郁的回乡风情 神秘的西夏遗存 共同构成了绚烂多彩的神奇宁夏 这里呢 是宁夏中卫市的沙坡头 大漠孤烟值长河落日圆 在这里 大漠高山绿洲落日 共同奏起了一曲雄壮的交响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你所不知道的宁夏 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吧 沙坡头致沙经验 获得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广 凭借神奇魔方 宁夏如何让城市绿洲 不断向沙漠推进 并让沙漠产生效益 作为全国水资源极度匮乏地区 宁夏采取什么妙招 缓解用水难题 贺兰山东路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 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宁夏如何让资源优势 变为经济发展助推进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带你畅游神奇宁夏 发现赛上江南的独特魅力 宁夏回族自治区 位于我国西部的黄河上游地区 其东北部近临茅乌素沙漠 西北与腾格里沙漠接壤 总面积6.6万多平方公里 人口650多万 其中回族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是我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古丝绸之路曾从这里穿进而过 黄河文明在这里演绎种种传奇 而雄浑独特的自然风光 更让宁夏平原拥有了赛上江南的美誉 沙坡头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南靠虫鸾叠帐 威鹅雄起的麒莲山渔脉 北连腾格里大沙漠 中间被奔腾而下 以写千里的黄河横穿而过 在沙河之间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洲 沙与河这对本不相容的矛盾体 在沙坡头却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浩瀚无垠的腾格里大沙漠 运灵运秀的黄河 剥写出一曲大自然的梦幻交响曲 演绎了一出赛上江南的灵秀 而沙坡头还有一大特色 就是响沙 有没有听到 我刚刚在滑下来的过程当中 有这个非常大的响声 那他们告诉我呢 这就叫做响沙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声的响沙呢 响沙的原因有两种解释 第一个是我们腾格里沙漠的沙粒 它含有湿蝇和二氧化硅两种成分 湿蝇和湿蝇摩擦发出来的响声 我们称之为响沙 还有另外一种是因为我们沙坡底部 有泉水流过 沙子底部的湿冷空气和沙子表层的热干燥的空气 形成一股对摩擦发出来的响声 叫做响沙 从高约百米的沙坡头的坡顶往下滑 滑沙时 坐下发出的奇特响声 沉闷浑厚 被称为惊沙明钟 响沙这种独特的自然现象 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前来一探究竟 沙坡头也因此成为宁夏一张响当当的旅游名片 可是您知道吗 过去的沙坡头可没有眼下的美景 物力所及全是茫茫沙漠 这里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以致闻名于世 最早也不是因为想杀 而是制杀 跟着马师傅 我们来到了沙坡头附近的一处沙丘 沿途我们看到大片一米见方的稻草阁子 马师傅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制杀的关键所在 草方阁 那么这个草方阁到底是怎样做的呢 其实就是简单的把它往下这样压 是吧 那我觉得我应该也行 我试试看 我怎么埋不进去 用脚踏 我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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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进去 我试试看 给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手用铁锹插到了沙里 第二天大家意外发现 其他的麦草全部被吹跑 只有这被扎到沙里的草还纹丝不动 受到这一启发 大家开始了新的尝试 一些同志呢 就扎下这些圆形的 还有方形的 八角形的 五角形的 经过纪长风一挂 这个一成一的呢 也就是说是保罪的外号 感谢观看 小小草方阁 制沙大魔方 如今 沙坡头地区的植被覆盖率 由原来不足1% 达到42.3% 而沙坡头制沙 只是中卫市 防沙制沙工程的前奏 地处腾格里沙漠 东南前沿的中卫市 荒漠丘陵山区 曾占到全石面积的 69% 沙漠占到了 22.7% 是全国防沙制沙重点区域 草方阁的问世 同样也给中卫市的 制沙工作 注入了加速机 这会儿我来到了 中卫市的市中心 我们可以看到 中卫市日树环绕 环境宜人 很难把这座城市 和沙漠这两个字 联系到一起 不过我要告诉您 在20年前 这里向西北5公里 就是绵延的沙丘 不过现在呢 这个距离已经被扩大到了 20公里 在被称为西风口的 中卫市西北方向 经过多年的植树造林 这里已经是一片 郁郁葱葱 三北防护林 不断向沙漠深处挺进 从沙进人退 到人紧沙退 历经几十年 几代人的努力 如今的中卫市 已经彻底改变面貌 生态循环系统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曾经的黄沙漫城 终成历史 制沙 造林 降雨量增加 秋极 冬极 西北上就没风了 现在风减少得很多 沙吹暴也减少了 优优独 뚜affe 托词 绿植树造林 制沙 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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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节水滴灌 每亩用水250立方计算 省下来的用水 还可以再灌溉 24000亩的农田 目前 宁夏的高效节水灌溉 已经占灌区总面积的22% 全区总用水量 也从历史最高的90亿立方米 降至65亿立方米 宁夏的农业 也因此一改靠天吃饭的窘境 变成了汗捞饱收的两仓 来到宁夏 自然少不了要探寻一下美丽的回族风情 民族服饰绚绚丽独特 多姿多彩 清真小吃 香气四溢 回味无穷 回香花儿 婉转动听 而每逢回族最大的激情 古尔邦节 穆斯林们便到清真寺 参加会里 宰羊宰牛 走机访友 宰歌赞舞 宽度节日 而此时 回族传统乐器也悉数亮相 今天我们要去寻找一种神秘的回族乐器 据我所知 它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经过多方打听 终于是找到了这里 就让我们现在去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乐器呢 在宁夏沙湖景区附近的一个村庄里 我们找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杨达乌德 一走进他的工作室 就被桌上各种款式的泥制乐器吸引住 杨达乌德告诉我们 这就是回族传统乐器 泥蛙屋 泥蛙屋最早是流传在这民间的一种 自娱自乐的乐器 因为它这个音域比较狭窄 只有两个音 一个是屋 一个是蛙 推出的声音是屋 蛙屋 蛙屋 因此那儿特名 杨达乌德告诉我们 原始的泥蛙屋 制作非常简单 而且取材也很方便 河边的黄椒泥 就是顺手可得的材料 其实真的非常简单 就是像刚刚那样把它捏起来 然后打这样的一个小孔 就只是这样的小孔 就已经可以吹出来声音了 由于泥蛙屋音域很窄 只能吹作一些简单缓慢的曲调 渐渐地它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有着上半年家庭制作泥蛙屋历史 达小也对此十分喜爱的杨达乌德 十分着急 为了让泥蛙屋重新缓发生机 它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创新推广之路 改良过的泥蛙屋以后 由于这个发声的原理 比这个原先的 就是原始形态的泥蛙屋以后 它更科学 更容易发声 而且增大腔体之后 它的音域也宽广了 现在的泥蛙屋以后 基本上能吹很多曲子了 为了让芳香风浴的古老传统文化 在新时期 以一种饱满的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新年代的葡萄种植历史 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 但是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 这里葡萄适合酿制葡萄酒的事实 才被人逐渐了解 它有着发展优质酿酒葡萄的 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长日照 高级温 大温差 无污染 可灌水 我们大概就用15字来总结了一下它的特点 随着宁夏葡萄酒行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酒庄开始参与到国际品酒大赛中 并展露头角 中国宁夏的葡萄酒也开始被世界葡萄酒行业所认可 我们在这个历年的这个评选过程当中 都能拿到了这个奖项 大奖 那么这样的话就提高了我们产品的知名度和美丽度 当时更多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想了不仅仅是你自己 不仅仅是荷兰清协酒庄的荣誉 不仅仅是宁夏产区的荣誉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是中国的荣誉 的荣誉 这两个话题 目上我们还没有困厚 都是你自己的信仰 你看它的那种 还有别的 那今天被追求 我们都看到这个 这个大历的时候 是一块木杂 三块木杂 后面看来 对 Omega木材 九块木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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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阵阵驼铃声的催促中 悄然地绽放着光芒 如今 内陆经济开放试验区 搭建的海陆空新丝绸之路 更让宁夏 这个偏远的内陆省区 成为中国 面向世界的桥头堡 展望未来 宁夏将继续借助 民族特色这张亮丽的名片 打开向西开放的大门 再续古丝绸之路的辉煌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再见 翻山越岭 我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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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我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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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